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京还有个软广告 你也给我们打一下 对 我这个软广告我一定要替你们打 是这样的 我假期带着跟家里人去带着孩子去美国玩 然后因为为了省机票嘛 就是回来的时候从纽约回北京 因为直飞的已经很贵 我们订的很晚 所以呢 直飞的航班就特别贵 我们就只好就这样转 是从欧洲这样飞 先飞到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再飞到北京 所以第一段飞完了 飞到阿布扎比就人已经都晕了 然后一看到唐蚁啊 你知道这个阿联酋这帮土豪啊 这个条件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赶紧享受上网什么的 然后等上了飞机才发现行李箱烧了一刻 然后那个因为飞机还没有飞 但是工作人员说不行 你不能下去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手续都过完了 然后那个人员说 我们他们说 阿布扎比话 就是帮着你找try 阿布扎比口音 然后我们就抱着一线希望就上了飞机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太靠谱 这个你给他发邮件 他也没人回 给他打电话也没 就是他也听不懂我说话 我也听不懂他说话 后来呢 但是很幸运的是 我在飞机上有一个女孩坐我旁边 然后这个女孩过了一会儿说 你是不是 我好像老听到你的声音 你是不是经常上这个枪枪三人行的一位嘉宾 然后这个女孩跟我解释说 他有脸盲症 就是对面他认不出人来 但是他能听出声音 这也很特别 就是说他看过的一个人 他不知道长相 他记不住长相 这边有问题吗 我觉得他可能看到的乘客太多了 他强行的消除了记忆这个功能 就是这个 开玩笑说的那种脸盲症 还是真的 真的 就是他说记不住人 但是他能记住长相 记住声音 G13每次见我都不认识 我们已经见了很多次了 是吗 真的是有脸盲症 有脸盲症 有脸盲症 G13是什么 G13是青年才俊跟您一样 就是果科网的创办人 就跟民科相反 是真正的科学家 真正的科学家 最近时间 不是民科 不是民科 不是廖凯元 不是廖凯元 不是 我是说真的就是 这大脑的研究有那种 大脑的某一个地方交通事故 受到破坏以后 这个人不是瞎子 他都看得见 但是他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和他同学的区别 就是他不能变着面孔 阮管还没说完呢 阮管就说这姑娘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具体就是不大认人面孔 然后他就说 你的声音很像 因为他是老在听这个青岸三人行 我说不好意思 我是 但我当时确实是很不好意思 因为在飞机上就是导很长时间 已经碰头垢面了 我觉得作为青岸三人行的嘉宾 以那个方式出现 幸亏他是脸盲症 反正也没事 然后他听说我的遭遇之后又很巧 他正好是这个航空公司的 就是乘务员 然后他是坐这个航班是回国休假 然后他听说之后 他就因为我是你们节目的嘉宾 人家就主动的提出帮助 说那等我休假回来 我人肉去给你找 然后前天给我发微信 说已经找到了 然后把照片发给我了 我说还在托您节目的福 所以彩夫 你看你做我们节目 不能光为了钱 好处 好处是你料想不到的 我提过钱的事 我想我也扔一只箱子 试试 你说今天难道我们今天非得为了好处才能帮别人吗 我们是有理想 这都成了什么社会了 就是 今天正要说说这个事情 这个 我觉得有个女大学生 就是安徽淮南的这个女大学生 她要是冤枉的了 她就是太冤了 对吧 那她要是不冤枉了 那这她也就 这事该怎么说呢 人性就太复杂了 人性太复杂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这几天这网上都传疯了啊 央视都报道 这这个女孩子 呃 她这个骑车 从这个老太太 你看下一张照片啊 从老太太身边经过老太太摔伤了 那么 你看 这是人们拍到的这个这个照片 但是你监控录像啊 没死角 没有那香蕉那一瞬间 对 有这个事后那是看见福了 都看见福了呢 这女的开始就是说啊 因为这个老太太家属就是说 她当时给老太太道歉了 对 说就是她撞的 那而这女的第一次就在微博上呼吁 征求这个目击者 结果还真有一个目击者 我发现还不说我看见了 不是她撞的 怎么 其实都是事后 对对 才看见 哎现在我得到的就是警方的一个 当地警方的一个一个判断啊 就说是她撞的 呃 也不是这个用词不是这样说的 是说应该负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 跟是她撞的可能还不太一样 对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 实际上是就是两个人有过接触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个前提 要没接触就不行不成责任 有接触之后两个人又都逆行 啊这个逆行 而这个女孩是骑这个自行车逆行 她俩有接触可能是挂到了 或者带到了 或者是稍微擦了一下 让老太太失去了平衡 如果是撞到的可能就指的是 光前轮上去了 所以有网友提出说 如果是撞到的 为什么她的自行车没倒 我觉得是挂一下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警方的判断和证据 可能要比我们要精准 哎你一听这个财夫这个 自行车撞人的经验很丰富 是吧 他讲的很细致 对对对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就说这女孩 现在这这新闻最新一爆出来 她最新好像就是一连在这个微博上 问什么六次问天问地问良心 就觉得和斗额冤了 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 大家一开始就往道德层面上来引 就是说你媚着良心 先说老太太媚着良心去讹人家 然后又然后又什么剧情反转 我倒是觉得媒体也是有责任的 我经常觉得我们同行 我经常看到这 我是为同行有一点点的觉得 脸红 甚至痛心疾首 为什么 其实你仔细看她的同学发的 所谓目击者就第一轮 其实你要仔细看她那个同学发的 她并没有证明说这个女孩 没有跟她发生接触 她只是说我当时看到了 说她骑车过去 但那个距离不足以造成她俩就是相撞 然后她只是在陈述事实 然后说看到老太太倒了 看到她过去扶 她也没有说我看到她撞了 或者我没有看到她撞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给学生提供目击这个证词的人 人家说的很客观 她结论并不是说她撞了或者没撞 但是我们媒体就说 啊这个剧情大反转 出现了证人证明她没有撞 而且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她 因为这老太太和这个大学生吧 她是一个利益相反的 这件事情她肯定都是要寻找对自己有利益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给道德上就是说你媒着良心 因为她这种东西主观上的认定 和你事实上的认定她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既然都是主观上认定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老太太不一定就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就给她扣帽子说你讹 然后又反过来 就是我觉得是媒体在造成这种的这种戏剧性 因为她要造成一种哄动的耸动的效果 我反对您这样批评媒体 这样你是媒体出身的 对咱们都是干媒体的实际上 你怕逃了 我觉得 你暂别 暂别媒体 实际上是 我觉得可能是叫舆论上的这种翻转 或者说被这么容易被影响被操弄 就每一波的新证据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就转头来一波的道德的攻击 她未必是指的或者主流媒体 或者有品质的媒体这样做的一些东西 我看的有很多是其实互联网的言论和论坛上的 来影响了大家的说法 而大体的就传统媒体的这个报道还相对来说克制的 因为吃过亏 吃过什么亏 就是像彭宇案的 就各种讹诈所谓的讹诈或者说服人的那种悲剧的亏 就是你会发现彭宇案或者之前还有之后的 每一轮都让媒体很被动 我们下判断是错了 结果又反转了 我们刚才的认错又错了 就跟彭宇案 最后彭宇最后喊了几年冤 最后说是我状的 最后 这事最后彭宇说是他状的 对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媒体已经不关注这个事情 那如果是彭宇状的 这要按咱们这西方法律来说 对 彭宇有罪啊 这个我觉得他的罪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名叫伪证罪 伪证罪我查过中国的法律啊 实际上很少有人在这种民事官司里面 因为伪证罪什么入狱之类的 但是你如果在美国你在民事官司里面 如果你有伪证罪 你最高可以判五年 对啊 这还不用西方 我在香港活了几年 我就分我就知道这个这个提供虚假证词啊 这个香港人都有这个很很很强烈的概念 像咱们觉得比如说哎 你说这些包括这个女大学生 对 目击障人 我也要找目击障人 谁出来谁就说我看见了我看见 哎呦这在香港人可不敢轻易说 你必须的是要不然你本身就是伪证 你要承担法律责任 方害司法公正 这就是 您生活的香港跟美国是一体的 也叫英美法系嘛 啊 就是你要把手放在圣经上 就说是什么呃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什么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这种就是我面对圣经发誓啊 我如果说了假话我要承担法律责任 哎 这样在重要的这种压力面前很多人是不会乱说话的 就像什么水门事件 还有你那个克林顿案里边克林顿就说了一句假话说这个 比较重口味的啊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什么 结果就最高这个法庭就开始就一遍一遍的传唤他 让他差点下台 哎 实际上说假话 他们是咱们这个神 神周大帝现在是 对头上三尺无神明了 对对对对 你看咱们今天 但是头上三尺无神明 咱们到最后老爱说 人在座啊 天在看啊 哎 你说咱们觉得这真信有这天吗 嗯 天天经常康德不是说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吗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一个宗教性的一个东西在看着你 你心里面又没有一个道德律在看着你 嗯 你都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你就乱套了 你就乱套了 我们近年来的什么毒馒头 毒奶粉 毒什么毒那个的 费耀通经常会解释叫什么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 说二三十里以内的乡村中国 因为大家都认识 馒头不会去给你下假的 因为大家一辈子生活在一块 但是中国人往往是离开他熟悉的土壤之后 到陌生环境就开始肆无忌惮的 什么公共道德呀 互相伤害呀 这一类的 是 他就觉得他受不到惩罚 没错 所以当年这个温总理就一直让我们这个要抬头看 头看星空 看星空 结果一抬头看不见 对对对 就雾霾 都是雾霾 枪枪赛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有一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哎 这个心理学家说的一些个事啊 经常被人反对 因为就觉得呢 你们拿这个对人的心理的一种解释啊 替代了好像法治应该解释的问题 可是我最近呢 看俩心理学家讲的这个事儿 也真是 我觉得值得一提 一个呢 就是那个李梅锦 嗯 他上次啊 在这讲这个医疗事故 哎 然后他提到一点 后来呢 也有一些观众批评他 说你怎么能这么说 对吧 可是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 他这意思 你能明白他实际他想讲什么啊 他是说啊 他说这个很多医疗事故 这医患 医患冲突 他说他觉得呢 有的时候就说中国人啊 有一些中国人吧 他们这个就是不肯认命 你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啊 我有时候见着外国人 要撞死了 或者什么的 到最后你看吧 他反正哎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最后他就接受 或者医不活了死了 手术死了 他们就是接受这个死亡 就是他能接受这个这个事实 所以他谈到了这个哲学层面 当然我觉得他用这个来解释医疗事故 这么复杂的问题 可能有点简单 可是你看还有一个 我前一阵看一个心理学者 叫武志宏 他就说这个碰瓷的吧 也不叫碰瓷的 就说哎老太太 或者说假如真有老人 讹人的话 明明人家是救你的 为什么说有老人就会讹他 说是你壮的啊 他的分析是 一方面呢 可能有这个贪财 要钱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解释 他说他觉得 这个中国人的心理里边 有一种喜欢怨 喜欢归因 你看他就说 咱们从小教育孩子 孩子这个 是这个 在撞撞椅子上撞倒了 你看妈妈怎么样 都愿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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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说他就说 我们啊就是包括这老太太 你看平常咱们家庭生活也是 夫妻俩 最爱互相埋怨 一处自己摔倒了 或者一个哎都是你不帮我看着点 或者都是你 你怎么不提醒我 所以他就说 会不会这样一种条件反射的习惯 一有了事啊 就怨身边人 我为什么摔倒了 我为什么摔倒 你在我旁边就怨你 这句话在哲学上被凝炼成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的想用中国乡土话 就冤有头占有主 有人就已经高度凝炼的概括了 咱们有时候他的意思是说 咱喜欢冤无头债无主 但是我也就是要归因 对对对 我不能怨我自己 我终于怨你 不接受命运 对自己的安排 对就不认命 对很多西方的家长 你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啊 什么之类的 他的孩子可能就是被别人给打死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就最后在法庭上 我原谅那个孩子 就是我原谅师兄的那个孩子 我的孩子可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可能就是上帝的安排 我们不愿意让那个孩子再遭到我们孩子一样的命运 我们请求法官对他什么放轻啊 或者对他之类的 你就会感觉到刚才就解释了 你刚才说为什么不找债主 是吧 这就是命运 可能宗教对人心灵的抚慰 或者说洗刷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功效 让你平和下来 你看那个我觉得 比如说那个希腊神话 它其实包括古典的那些悲剧 它不停的在讲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 讲到那个比如说医疗事故 其实很多 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能接受 其实很多事情 他都会有一个概率 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手术失败 成绩是最好的 他比如说成功率99.9% 那你也有点0.001 比如说是失败 但是谁都不愿意 这0.001发生在自己身上 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就会 你看咱们很多医疗冲突 什么的 他都会 为什么是我承担了这个 这个0.001的这个概率 那肯定是医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你说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就是他对科学这个认识的问题 还是一个宗教的 当然了我就说 他如果有宗教来支持他 还这是上帝的安排 这是命运的安排 那也就坦然 但是我们现在 可能还缺乏这种东西 来做他的这个精神支撑 精神领域可能是这样 就是咱们有一种 是不是有一种讨债的这种 你看包括这个因果报应里 过去我听老和尚讲 就过去解放前那些那个杀猪的 对 他说他杀猪 他都要说一句 他说啊 猪啊猪啊 你莫怪 你是人间一道菜 他不吃来 我不宰 你像吃的去讨债 他要把这个怨 怨有头战有主 我不怨我 到阴间去找他算账是吧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尔来逃 这可怨不得我呀 对对对对 你就看有时候 咱们这个出了事 这新闻发布会 就是这 跟我没关系啊 都是他 可能跟社会整体的情绪 不平衡有关系 你这个说的是 所有人的情绪 每个阶级 或者每个阶层 或者每个群体 都觉得我被别人辜负了 而不是我占了别人便宜了 或者这样的 没有感恩的心态 只有一个被亏欠的心态 都觉得我是吃亏的那一方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说这个让我 这就挺体会 你见过那个 就是那个 常年守在医院 那个ICU外边的那些人吗 那些人什么人都有 城市里的 胡同里的 农村的 郊区的 你知道吧 里边有病人 可能很长时间 然后后来外边的这个人 或像熟了呀 你就可以看到 人性的某一个面 你知道吗 你就发现 这就像那个那种胡同里的聊天 他就开始跟你家打听 因为我有过这个经验 我就发现你让他们聊什么 他就 他就比如说 怎么老是这个你来呀 你 你们家不还有俩孩子呢 怎么不来看老人呢 那儿媳妇呢 儿媳妇好像也很少来呀 你知道吗 他们好像 时刻在想从你的故事里 寻求一个对于人性黑暗的证明 对 这个社会就是人性不古 这个社会就是忒坏了 对 你知不知道有这种人 有 我在那个中国之声晚上 做夜新闻的时候 他有个片头 我每次都求着他们换掉 说女患者 我给了他两次红包 一点事不干 然后那医生说 我每次都会怕别人 把刀插在我的心口上 每天播出这种片头 我觉得这是一个利器四箭的 这种话 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就觉得 这媒体有没有责任吧 就是说 你看咱们做记者的过去讲 有个概念叫点和面 刚才咱们还在聊 说 这个服不服老人这事 能成为一个事 在彭宇案之前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也有 肯定 甚至说美国英国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我觉得它是有的 个性化事件 肯定有 但是你看 你得承认是媒体 把它从点变成面 因为你一报道 它就变成个面上的事 但是一旦变成面上的事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了 就是 你发现没有 这大家就喜欢把这事啊 要不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喜欢把人啊 把社会 往坏里 就说 一定就是这个老人碰瓷 多人 哎 这个你看王王喜欢这样的归因 对 觉得哎 这个节目的调的真好 特别特别正面啊 正能量啊 正能量 对媒体的就是在这类事件里面的负面作用 我其实也一直很痛心 我觉得李静老师说他也很痛心 实际上就是你对负面的扩散是没有根据往往 你如果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是你需要总结反思的东西 以期待它未来能变得好一点 这是可以的 但我们的扩散效果往往是把坏的扩散完之后后边收了 就是你再做出一个呃 补救的说彭云案我做错了啊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没了 就是人们没有一种社会责任说我能够提炼出一些东西来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一点 而是说大家我们都来说吐槽都来吐槽这样互相取暖啊 我这句话说的真的 不是取暖 也许是这个互相发泄 我就是 我我觉得媒体有媒体的责任 但是就是当然了 就是我们是因为作为媒体人 我们是来检讨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 但是反过来讲 你比如说又讲到那个彭云案 当时当时的论调 或者是现在的论调 就什么事还是以调节为主吗 就是大家都不要闹了 说白了都不要闹了 闹出来都不好看 那么你看他最后老太太也不发言了 彭宇也不发言了 然后这事情就私下解释 而且他们那个连那个法官 据说都掉到异地了 因为法官他 他当时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甚至又开始有人人肉他了 又因为有些人不公 就搞这种个人正义嘛 就去人肉他 然后好像是说我记得 是说那个法官当时 比如说以前是学中文的 后来改做法律 就是这些背景都被拿来攻击他 然后总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最高目标是 大家都不要闹了 所以很多事情他没有一个 就是我作为一个样本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我觉得彭宇提自己辩护 也是没错的 那我就觉得我没状态啊 我们不能以主观来作为这个 那你法官既然是说法官来判 那我就以客观事实 那么你是推理也好 还是分析也好 那大家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像一个标本一样 剖析开来作为一个好的案例 但是我觉得就像那个 潘老师刚才说 很多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 不光是媒体不去关注了 而是很多事情 他不让你再去说 这些事情不要说了 都过去了 都忘了 大家都忘了 你干嘛 水平高 升到维稳的高度 我们先去下广告 想想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要报什么了 刚才你们说的一直在批评媒体 我现在我要代表媒体 或者说我觉得 刚才批评的有点不客观 实际上 就是媒体对一个事件的报道 是有一个完整的过程的 你比如说 突发 就是他撞了人了 他有视频之类的 然后双方当事人发言 然后警方取证 警方发言 不服警方的让出来 就这个然后 其实往后还有一套流程的 这一套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为什么会说谎 警察有没有做伪证 这中间有没有黑幕 我们在这类的事情 我们应该总结出什么东西 关于人性的 关于法治的 关于社会建设 关于信用体系的 但我们往往会在警察 发完言之后 大家准备来批评一下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问题 咔 禁令来了 停了这事 就是造成了 对很多恶性社会 不是叫这个社会责任事故 或者安全事故的报道 往往是在他 负面发酵的时候停掉了 而在他进行良心反思 和社会性建设方面的时候 没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用 我是觉得可能 是不是有一种 就是这个稀释凝人 事情别闹大 现在是不是很多部门的人 都特别怕出这种不可预测的 一个什么乱子 对 所以他宁愿就 咱最好别聊这事 对 所以我昨天还感慨了 因为我昨天因为工作需要 我要整理一下我以前的工作的那个笔记 然后我就看 我2001年刚到杂志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叫大顺号 就是一个滚装船 中途起火了 烧了 然后死了很多人 然后因为我要写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看一下 哇想当大顺号就死了288个人 你说你现在想起来 那后来还有人在提这个事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 那个就是一个从烟台到大连 我也没听说过 真的吗 那是20年 所以但是你看 因为他就是烟台到大连 这个水域很繁忙嘛 他叫滚装船 就是汽车和人都放在一起 然后那个车 他当时是因为风浪比较大 车那个油汽油没排出去 然后摩擦摩擦 起火了 起火了 哎呀真是挺惨的 很多人其实就是在 呃本来还抱希望 因为是觉得你有很长时间救援嘛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那天 比如有天气原因 那个本来按说就是这个船 不应该开的 那么大家那时候都会以为有救 因为你报警嘛 那火刚才还是很小 但是后来发现救不了啊 没有人靠不上去 所以很多人就在船上 给家里人打电话 就留一言了 我的什么保险箱密码是多少 我的银行密码 这很惨的 真的 所以我昨天整理的时候 我就想 你说我们离长江沉船才几天 你还想得进来吗 对 长江沉船那调查 结论好像咱也不管了 是吧 是啊 而且大正号就是说 等到审判的时候 那就是悄悄进行的 什么公司 总经理判个什么 但是家属一个人都不知道 都没有 都没有被通知参加 所以我就说 就类似这些事情 它不断的在繁衍 不断 但是社会一直没有进步 就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就说这个 我说泰坎尼克号上 要是都是中国游客 会怎么样 你知道他的答案 我完全没想到 他说中国游客 都在海里 拿手机发微信的 都在围观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至少就是让妇女先上这一点 我觉得就不会发生 大家都抢吧 谁抢谁名号 是吧 这一回又认命了 你说这个梗是比安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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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